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均万马来相见 时事观察集结号 现场直播 早晨各位 开始今天时事观察号的集结号直播 今天没有嘉宾的 就等我访问梁总 因为梁总刚刚从中国回来 也在香港吃了很多好东西 多不多呢 时间太短了 香港始终都是 其中一个美食之都 应该是有很多东西吃的 是没有时间尝到 我最喜欢是沙丁牛肉公仔面 云吞面 菠萝油 一定要试 云吞面 的确难求 吃东西有时候都讲门路 我记得我上机离开之前 有几个钟头的时间 走了去佐敦那里 找些东西吃 做了个直播 大家反应很好 在下面有很多的留言 哎呀你早就告诉我 去这里吃 建议多到不得了 我都希望下一次回香港 有机会我都记得留言 去哪家去哪家吃 不过就我一天 匆匆忙忙的感受来说 就是一般般 可能这些就是第一 就是我自己不懂门路的关系 就是冲着一些所谓的名牌而去 发现这些名牌 去一去 发现 影真不外如是之外 其实算是 品质和价格差距极大 就是说 收的价钱是比较属于 偏高价一些 同样的面 但是它给你吃的品质 是水准以下的 这个差距就很大了 这家是文明的 但是影真是 所以有时候我都不是很理解 能够做成一个品牌 很艰难 品牌很重要 你有一个品牌 当然你就可以 收品牌的付加值在那里 你说如果一般的 云吞面三十几元 我有品牌在那里 我收六十元 一样是有这么多人来 我有品牌付加价值在那里 但是你品牌付加价值 就是在于你的品质 要够硬先 如果你又不管品质 只是觉得我出了名了 我所贵贵都行的 就是自毁自己的品牌 所以我去过那家出名的文吞面 就觉得被人找了笨 都很欣我家 真的不行 但是很多人就说 这些出了名的品牌 通常都是游客去多 本地人都不去的 就是因为去品质不行 如果去品质真的行的话 其实我想本地人也好 游客也好都应该是去的 所以我就觉得有些可惜 始终都是一个名牌 但是名牌经常被人的感觉 都是不行的 那名牌就不行 那品牌就不行了 而且价钱也挺高的 你说比起一般的 同类型的 挤了一倍 是啊是啊 你这样说 我记得我吃那个虾子面 好像不知63还是68元 虾子撈面 但是我的面少到可怜 不得只凍冰冰 拿过来 它少嘛 它便容易凍了 那么拿过来 那些虾子就 似有药毛 在碟边看到 有多个在面上的 少到完全吃不到 有虾子味不得 我再说不好意思 就是沉气一些 直播已经说过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它一些 就是想用一些心去配一配 它都没有 加回一条菜啊 菜都是成本 但是加一条都好啊 一条半都好啊 你少许放上去整个好 你不要像 它在家里自己撈面 弄个面在那里 什么都没有 那么那个迈上 感觉已经不行了 再加上你不是说 哇很多虾子 满了在面那里 不同啊 就是很应酬式 随便放在那里 是不是很多人啊 是不是很多人啊 不是 我进去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 后来进去 才有对公公婆婆进来 所以没有人的 就是它可以很轻松去招呼你 但是这个就是不用心 在品牌品质那里 不重视自己的品牌价值 回来 有时候有些人 就是对另一些的饮食 我说日本啦 日本虽然我们历史上有很多的问题 在那里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精神的话 去做店的话 在日本的小店 它都是夫妻合营 你不见了很多人 但是它对自己的出品 它可以很有要求 然后卖很贵 那你来又来不来 我一晚就是做这么多生意 我就够了 它搞了一条素 但是它的品质够 那为什么有一些 这样的小店 日本的小店 那些人还要排了一堆预约去吃呢 那里面又不是豪华装修 又不是说很多人服侍你 通常都是 两夫妻最多 搭多一个助手 两至三个人就搞定 但是你的品质给到你 招呼就没什么了 但是品质在这里 是啊 所以我说香港这些的 怎么建立 好像北上消费的竞争 我想香港要主打的 就是你的品质 因为香港这两个字 那个老招牌字号 是在那里的 就是人家都会向往的 因为香港又曾经 一段的历史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做好你的品质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说 大家上去北边消费 主要就是这样 另一个我重温一下 就是说他吃完之后 还可以有时间 有空间去试一下 再次递当 我一间看到下午茶套餐 菠萝油加奶茶 这个正啦 这个是香港的 传统美食 坐下来很简单的 菠萝油凍奶茶 结果那个菠萝包 是用微菠萝叮的 但是我都知道微菠萝 叮了菠萝包是什么结果 不是很热手 但是软软硬硬硬的 如果再丁耐人就咬不入 所以你這樣也能給別人的 香港食煲來不是香港茶餐廳的特產 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新鮮麵包出爐當然要焗的 你裡面一個小的多小焗爐仔翻熱去 不難事,我們家裡也能做到 為什麼這麼大一個茶餐廳 可能我是壞的 因為我打算做直播 找家沒什麼人 你知道沒什麼人的當然容易中招 但是我又想不要那麼多人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賴港人不支持香港 走去北上消費 但是你要說一下 我拿著消費,我貴一點 貴一點我拿到什麼東西 如果貴一點我拿到更好的品質 那就是了 品質沒得競爭了 因為我們貴呀,店舟貴呀,人工貴 我們唯有在食物的品質那裡節省一點 如果是這樣就是自殺式 這樣就沒得說了 那你試了兩樣 雲吞麵和菠蘿油 經典的香港的美食 但是都很失望 那有沒有在香港試過一些是可以的呢 那些不一樣 我就說一下普通的消費 香港也有很多種的 我也不想說,就是一棕谷就打了一船人 所以就說,送門路啦 很多朋友指點我,我沒有那門路 不過在這一次的去衝行裡面 其實都去看幾個不同城市地方的差距 這是我自己一個重點的觀察 觀察一下就是 究竟在現在全球經濟都不多理想的時候 國內的城市和美國的城市 有些差距在哪裏 或者未來接著的發展下去 大家有的潛力 所謂長跑的時候 誰會最後跑贏呢 我眼睛看了就有些觀察 首先說回香港 如果說回香港 就說消費市場的競爭地 大家都很關心這件事 復活節說幾十萬人回到中國消費 這個就是很驚人的數字 但是香港應該要走回一條什麼的路 很多人就在那裏摸索 現在香港政府也都出了大氣力 可以這麼說 出了大氣力就是要去辦很多的活動 辦很多的活動要吸引更多的遊客 來香港也都吸引更多的香港人留住 在香港 留港消費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是對的 但是辦活動的靈活性 或者機動性 也都是很趕時效的 你說如果我們一個團體 一個普通機構辦活動可能很快 普通商家辦活動可能很快 但是政府辦活動可能很多時候 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 它需要運作的時間太長 運作時間太長 因為運作時間太長的話 它要適應市場 調整就變得相對慢一些 我都跟一些 譬如做文娛的活動的人都談過 他說政府是給了一些資金他們 支持這些香港的藝術家的活動發展 但是這些資助撥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一種欠一些比較周全的考慮 譬如說很多的藝術團體 因為有政府資助都會去增商 去申請這些賠款 而申請賠款 然後就搞演出 但是演出沒有經過很多的協調 所以變成互相競爭 因為有政府的一些補助的兜底 大家都放膽一點去做 但是在同一時間 在不同政府的場地相類似的演出 在同一時期就這樣出 變成效果又比較差 搶觀眾 大家都在搶同一批觀眾 所以這些就是一些細微的細節 可能要在業界裡面的人 行業裡面的人就會感受得清楚一點 我們就看不到 很多時候看的數字 說政府賠了多少錢 知道了多少個活動 多少個演出 就很好了 但是裏面做的人 可能覺得還是有些微調 所以政府做這些是對的 但是又要微調 還有一件事就是 整體香港的經濟應該從什麼方向發展 我想這個才是大事 你放一些活動是小事 說真的話 對於整個香港來說 我們說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以前轉口說 又是遊客的購物天堂 就是一個很好去東南亞 入中國的一個休息站 那這些身份還有沒有呢 這些身份如果是弱化了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去補強它 或者我們有新的身份角色可以扮演呢 例如現在說到大灣區的概念 整個大灣區發展的話 那香港應該是一種地位角色 應該怎樣去發展 我想這個可能現在我們一般都蒙蒙茶茶 不是很好看得到 所以香港人的怨氣可能是多一些的 我都說在茶餐廳裡面 然後無緣無故交給隔壁 我說婆婆在那裡潤我 是啊 我在那裡不是茶餐廳 在那裡吃麵那裡 準備一下直播 我婆婆馬上說 未吃過麵嗎 吃麵都拍 嘩 怨氣這麼大 我覺得好笑而已 我又不會覺得什麼 只不過覺得說 可能有些人都是生氣的 我又試過問到 他就說不理你 我看過面 就走得去 就好像怕你來詐騙他 看不出聲音 就走 因為說 不是很友善都會遇到那些 大家的情緒可能 我知道是小的一角 未必是全貌 但自己的感覺 遇到也不太開心 嗯 其實之前提過 香港應該做數碼港 或者中藥港 都叫做一個方向 但後來又好像沒有成事 這些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世紀的事情 如果當年真的發展了 香港就是物業 就是樓宇 房地產 主要是房地產 房地產除了香港人有江衰之外 就當作一種資產投資 再加上在國內 湧下來的錢 湧下來的人 但是現在 你說有沒有基礎 我跟朋友都在談這件事 就是說 香港現在還沒有解辣 將所有的稅 新樓 全都一夜之間切完了 曾經有幾天的回暖 但真的比較短暫 實際不是真的能夠 將樓市翻盤 因為有些基本因素 過去香港人就埋怨 都是國內的人來 炒貴我們的樓 但現在沒有國內資金來賣樓了 那你又怎樣呢 但是有些行業裡面 比較在國內買樓 和在香港買樓 都在香港仍有優勢 在國內的有錢人 到香港買樓 都仍是有優勢的 因為我的資金流轉 我的產權 再加上一些可能品質 但問題就是 現在國內經濟都不好 國內的樓市 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說是一回什麼事 再加上香港整體環境也都變了 你說好像以前那樣 很大量的很多人 想湧到香港買樓 拿個身份或者什麼 其實這些已經少了 所以香港本身 就遇到很多的問題 在那裡 在很多經濟轉型裡面 是有很多問題 我又不是經濟專家 我自己都不想打一嘴 我有什麼方法 我都沒有方法 但我感受到的就是 問題是頗深的 你辦多些活動是好事 也都應該現在即時辦 但你這個暫時可以當作 止血啊 跳膠布啊 總體的就是你香港的底盤 有些人就這樣說 香港必須要經歷一個大的陣痛 就是你整個的樓價 整個房價 包括商業的單位 一定要來一次大降價 因為你不是一種 大降價很慘 但問題就是 你不是這樣 你調整不到 你那個產業的成本 那是不是這個會出現呢 很多人就不想 至少誰有樓 誰想那個樓會跌 你經濟逼著來的時候 尤其是你從 整個大灣區競爭的時候 你的競爭力在哪裡呢 香港以前其實 對比國內的城市 它的競爭力我覺得 都是在一個人民的文化 和管理的精神那裡 嗯 就是說 對企業管理精神 管理系統 速度 香港人最聰明就是快 是吧 校女快 什麼都做到給你 但是這些優勢呢 我發覺現在 在國內的城市 已經比香港好 嗯 城市治理也好 企業管理的服務也好 好 我想說你以前 你覺得國內 那些人都不懂服務 或者跟你談生意 或者談些事情 他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信不過 或者什麼 但是現在我自己的 親身體 體驗來說 香港的民企裡面 它的效率 或者管理 其實已經是超過 香港我看到的 嗯 所以這些優勢又沒有了 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應該說 回歸之後 香港能夠貢獻到 給國內發展的 就是香港那種管理的經驗 還有整個治理的制度 但是空轉了之後 已經被追過了 嗯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說說 今天的題目就是 中美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談 一支川雲戰千軍萬馬來相見 時事觀察集結號現場直播 好 繼續回來 我們今天的時事觀察集結號 首先多謝這一位聽眾 Maggie Lee 捐了這個數目給我們 多謝 我們今天繼續 題目叫做 中美的差距有多大 梁總剛剛就是中國內地回來 那可以見到這個差距 這個民生方面 嗯 城市 今次就是三文市市長 就受中國政府邀請 去中國的一線城市 走了一圈 一個訪問 北上港深 都是中國一線城市來的 那在當地也都見到一些官員 主要是市長 那見完這些官員的時候 我在這裡從旁來 作為一個觀察者 作為一個純粹的觀察者的時候 都有一些挺深的印象 說一些小事情 就是 譬如在北京 做一些會見之後 在一輛車上 因為有些島 那個時候近黃昏 大概是 應該是 四五點這樣的時間 那在北京的大街上 就 車比較倒彈 又不是說 塞到不能動 但走得比較慢 在這個 應該由這個 天安門附近 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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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去到下一個站的時候 走得都很久 有 有成 我想20分鐘 市長就說了一句 有感而快的說話 當時就說 哇 這個北京的 Downtown 用這個形容 市中心 兩邊都是 大舊的高樓大廈 他說 意思是差不多 Exceling 準確我忘記了 他意思是說 走多久 都還沒走完 意思是說 這些市中心區 為什麼走了這麼久 房子還是這麼大 這麼高 然後就說 三藩市真的好像一個 小小的玩具城市 Tiny Toy City 從三藩市來到比 是不是真的 我們所謂 最繁華的 最多高樓大廈的市中心區 幾個街口 現在連這個市中心區 都出現問題 名店走一間走一間 基本上那個商業氣息 或者那個活力已經 腰斬不得止 還有很多空置的商業大廈 空置率 也是空前感高 所以作為一個 三藩市的一個官員 去到北京見到一個 這樣繁華的 雖然就是外貌 你不是走著那棟樓 你不知道裡面是怎樣的 但是你到外面走的時候 就覺得 真是大 以前我們有個說話 你不去過京城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官勢 是 北京這麼多大官 你去到才知道自己原來是芝麻綠豆 所以我想有類似這樣的感覺 尤其是三藩市 你說購物區 聯合廣場 Union Square 轉兩個彎就走完 你不要說跟北京 上海那些 跟香港 一個廣東道 你都給不到 廣東道尖東 你轉一個圈 我的面貌 那些名店的店面 已經全部威了整個三藩市 所以那個差距是明顯的 還有一些 比如說 跟上海市長見面 上海市長 一個開場白都說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分鐘 就說上海的規劃發展 我們有幾多方面 有幾多重點 由環保、經濟、金融、交通 以至民生、公園 什麼都說 而且說的時候 是有條理地去說 我們預計多少年 想做到什麼 我們有幾多重點 每個重點是什麼 就是一個有規劃 有內容 有數字的一個報告 來講講 整個上海 將會變成是怎樣 其中一個數字 我想比較 可能是小事情 但是就得人驚訝 就是說公園 未來上海要建成幾多個公園 短期的目標 我忘了一個年份 三五年 至少有一千個公園 然後再過十年 要翻倍 變成兩千個公園 然後兩千個公園之後 沒有地方再建公園 到那時候 就會再翻身 升級 現有的公園 當然你說 說而已 做不做到誰知道 或者換了一個市場 又不一樣 這個是後話 至少有一個規劃 有一個遠景 在那裏 或者我們分開金融地位 我們怎樣做 在這個出口貿易 我們會怎樣做 現在正在做什麼 坐在那裏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們三藩市拿到什麼出手 你作為一個大家對等在那裏交流的時候 我們三藩市拿到什麼出手 我們有沒有什麼計劃 我們想三藩市 變成一個什麼的城市 在商業方面 在經濟環保方面 或者在民生各樣 怎樣呢 我們現在經常關注的 還是我們一個 治安和無家者 是當前的痛 我們都沒有 所以我就說 這個城市的差距的時候 那個發展的階段 三藩市都是西岸的一個大城市 有代表性 當然你說經濟活力未必是我們最好 可能在洛杉磯 或者在植谷這些企業 還更加好 三藩市始終都是一個歷史的名城 過去的一些名氣以前都是 金融的地位在那裏 但現在都慢慢的功能 被分化了在一些其他的城市那裏 但是始終都是一個 美國的重要城市 尤其是政治方面 那怎樣比較呢 和其他的地方 我就這樣看 雖然是這樣 我這樣說 我還有多少時間 還有十幾分鐘 我這樣說 好像覺得 中國不是很威風 你看看我們的市中心的面貌 尤其是團裏面有一些三藩市官員 是第一次去中國的 有一位高官就是第一次去 那他跟我說一件事 他來之前呢 已經有人說 中國很大 或者中國發展很好 那他的想像呢 大就大了 最多好像我們紐約 5th Avenue 或者像我們的三藩市 十九大道 還未闊 還未大 來到的時候 他完全都不是他想像到這樣的比例 是讚嘆的 哇 真的可以是大成這樣 而且那個繁華 你看到流雨的繁華 可以這樣說 還有人口 所以他就說 早上一早起床 特別早起床 就要在外灘那裡 走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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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一下這個城市大都會 這些硬件的確是令很多 比較沒有那麼熟悉中國 或者是少去中國 甚至是第一次去中國的人 是震懾到他們 可以這麼說 震懾到他們 但是我又換回另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但是今天的三藩市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城市 我們是七里幾乘七里幾 一個這麼小 四四方方的一個城市 可以被中國政府重視 然後跟他們坐下來談 那我們憑什麼 我們當然是有東西憑 到回頭 我會覺得中國城市的規劃發展 或者別人的謀略 給我們要深 給他們有組織 給他們有計劃 給我們的志氣要大 但問題就是 在中方來看美國的時候 他仍然會重視請你來 我們當然是有些東西 如果我們不是有些東西 我們都有一些價值的話 那未必一定要招呼你 說真實的話 所以這個也是兩方面來看的 另外要講一講 就是在上海有一場的 和復旦大學的交流會 其中一個行程安排 就是去到復旦大學 有一個是一個 美國研究院裡面 請了一些復旦的國際學者出來 又研究中東的 然後歐洲的 然後美國的 出來做一些簡報 我們叫做一些簡報 簡單的這樣講 每個人都是講 大概三五分鐘而已 但他們在講的過程裡面 第一 排頭 我們講的叫做一些 排出來 這個院長這個 講研究 這樣講 全程都是 英語發言 這些中方的學者 講完之後 到三藩線這一方 只有一個人發言 我不講主大對我的位 真的學者裡面 主客當然是兩位 大頭 經理一邊 只有一個人發言 問了三個問題 對方都回答 就沒話說了 即是說 可能是這個行程的安排 時間闖處 沒有準備 但給我的感覺 就是坐在我那裡 我作為一個後排的觀察者 他們前排在上面 面對面的時候 比重不一 人家的重視程度 還有找的學者的水平 跟這邊是沒有的 不匹配 完全沒有交流 怎麼可以交流 即是大家的 我們講的 已經的level不同了 已經是嗎 水平都不一樣了 在那裡 這樣叫做 拍照完了 拍照就走 我覺得是 三藍市有些失禮 是 即是如果你去到 人家去到一間 即是上海最高學府 全中國來說 也都是一線的著名學府 你去到說要跟人家坐下交流的話 你準備好些 你找些像樣的人 站出來跟人家說一下一些問題 雖然都是一些比較淺的交流 但都是要同一水平 你同一水平 是這樣的 但自己也很醜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醜 但是 講回我先前的問題 美國靠什麼老本呢 這些城市 或者美國靠什麼老本在那裡 為什麼人家還要盡視我呢 我跟一位接待的中方官員說 我說 我們看到中國現在的發展 超越了三萬歲很多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不是不是 美國還是很強大的 我們相差還是很遠 這個說話 你說黑氣 又是黑套話 但我相信也是 為什麼中方現在還要去邀請 這些城市這些官員來的時候 因為他明白到深層去明白 中美之間的力量是有差距 而美國是有龐大力量 所以中國是要和地方交往 現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就是這樣 硬的就是和白宮和國會來對打 但是在民間呢 在地方的層面呢 希望是能夠打開一個友好交往的路 所以說得難聽一點 就拉攏這些地方的城市 所以是兩手來做 兩個很不同的策略在做 而這個策略的原因就是 我們就源自知道 美中其實是有一種實力的差距 而那我就會回頭去問 美國的實力在哪裡呢 你說三項線 我們就蓋不到別人這麼高的樓 我們的商業規模又被人小 城市治理 大家都知道了 中國是夠安全的 但是我們呢 就是提心吊膽的 我們寧願扣 是啊 就是你晚上出街 扔垃圾 都要攝青鬼 快快快去去 入房子的 怕死門開得久一點 被人衝進來的 這種安全感 我們是沒有了 那我們還有些什麼東西 是在中國政府看來 我們是有價值的東西呢 我想我們也要逃回 然後逼我去思考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可以坐著 跟別人平起平坐 這樣去講話呢 對話呢 根本是不對稱的 你說我們的市政有多複雜 對比別人的市政 都是一些一線的城市 當然是 那三項線算不算一線城市 其實都應該算了 在美國 是吧 大家一線城市 我們一碰起來的時候 哎呀真的 蚊比和牛比這樣的規模 但是人家要看中我們什麼呢 我想第一呢 我們經常講的詞語 叫做綜合國力 你們不是只看三藩市 我們有赤字啊 有些用那樣的麻煩一大堆 但是我們的綜合國力 是被人受尊重的 綜合國力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建立回來的腦底 第一 真的我們的美元霸權 是很強的 在國際貨幣上面 我們的加息的政策 將世界熱錢吸過來 是厲害的 然後我們在我們的政治影響力 在全球產業鏈那裡 我們說跟你斷就斷 我說要調整就調整 可以令到中國的出口呢 不能夠 好像以前那樣 那種政治力量 其實說要加上 這些政治當然有軍事 然後在全球裡 我就搞一些法官去 搞日本 菲律賓 整個聯盟 把澳洲 英國 用也來 整這些歐盟 美国的强大就在霸权霸凌人家的时候是强的 它是真的有实力的 它透过它的货币政策是可以令你很难过的 所以面对这些硬实力也好 远实力也好 中国暂时是比不上的 所以要小心翼翼去应付这个对手 我们不要说它是敌人 而美国的其他城市的官员 我想多少是承着这种威势 同样也是受到重视 因为如果你是平等地说 大家都是一个城市 大家都是这样面对去管治治理的时候 经验也好 策略也好 我想中国这些一线城市 远远已经超过了美国 还有民用设施也是 在中国内地一些家居 比起我们现在美国家居 那个现代化就差很远 很多人回到内地 譬如很多的基建都已经是非常新式 还有一些美国实力的地方 就是无论你今天怎么骂美国 说美国怎么那么邪恶 或者美国的城市 治安治理很败坏 但是还是有不少中国人 期待移民来美国 送子女过来读书 走线的也好 或者从其他途径 连合法一些的途径也好 都是有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美国做下来的老板 觉得这个是一个 大家可以自由生活得好的空间 但是来到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好 就个人的感受 就看你的袋子有多少钱 是吧 你有钱和母子的差别也很大的 总之就是美国还是一个像摄石的地方 还是摄着那些人过来 摄着中国的人过来 当然比以前是否这么的扣令 可能比以前是差了些 但是始终还是有 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在里面参观过一间科技公司 这间科技公司 我听他的介绍 他的管理就很先进 也都是真的在行业里面 他是龙头来的 就是最先进的 虽然谦虚说的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我也问一下他国内 和国际上 你主要的竞争对手是 是什么 都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就是比较新的 他们是做得好 很多的专利 拿了很多国际的专利 在这个逆境里面 他们仍然是创造利润 中国整体经济下限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是能够继续的利润增长的 很难得 一个这样的科技企业 是纯本地人创的 不是说外资进来合办 不是 纯本地的优才生 就是科学家 一个年轻科学家 来创办一家科技公司 在谈到长远发展的时候 听到他说他将来下一步的目标发展的时候 我就有点移的深酸 他说他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扩大在美国的投资 然后就争取在美国上市 然后就将主要的产业移到美国 有个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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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大的美国梦 我觉得这些在中国这么优秀的 明天介绍这么优秀的一些企业 而且是掌握硬技术的一些企业 不是说一些低端啊 或者一些投机啊 不是那些 是真的有硬技术 而且国际上有很多 国际大的科技品牌都和他们合作 依赖他的技术 那为什么他不会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然后下一步的宏愿呢 是要将他的产业移到美国呢 当然也都是美国有吸引到他的地方 无论对科技公司的空间 或者一样东西 就是总是有他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中美之间的差距 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太过小粉红色 说中国厉害了中国强啊 或者美国衰啊 美国是有很多地方是走下坡是衰 但是在这个衰败的过程里面 你也不要看得到他一夜之间 好像白家仔那样 我们书清光不会的 今天反过来 在这种长期的磨练角力里面 好像中国我刚才说的 这间科技公司 为什么不留在中国继续很好发展 因为中国已经很成功了 为什么他觉得他的成功 是被中国所局限呢 他认为他更大的成功是会在美国呢 这个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忌諱 也不要说 你这样说不行的 说吧 美国不是的 我们真的要客观一些 冷静一些去看一下 为什么又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中国的欠缺在哪里 尤其是面对世界变局 都说了 中国人都说 这个是百年一遇的世纪大变 世界变局的大变 整个经济产业的一个巨变的时候 那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好 我的应对能力呢 面对这些大变的时候 哪一个能够更适应呢 既然在大变的话 一定要说 柔软硬度和包容性 如果你没有包容性 你没有一种硬度的话 这些劇变的时候 就好像那些楼像钢材那样 你硬的那个 你不是说 我够硬就行吗 不是的 你硬得来 你会很容易断 那些兵人都是 那些刀劍都是 真正锋利的刀 能撑到都有银性 那中国够不够这个银性 够不够这个 的欢容度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 不过怎样都好 今次这个行程 就为三藩市 拿了一对熊猫回来了 都是一个成绩 好今天聊到这么多先 下个礼拜的集结后 我们就继续再聊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 星期四的总编辑时间 拜拜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